男孩的手指每天都被反复折断书万次 父亲更是被人活活逼死在自家门口 他为了活下去不仅要装疯卖傻 每天更是爬上屋顶打坐25个时辰 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 殊不知 当紫气东来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城墙 整个北天门的墙壁就会浮现出这世上最强的功法 300年前 一个自称蜜叶的组织横空出世 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将中原武林角的天翻地覆生灵涂毯 于是各路武林豪杰万众一星 今天无条件地向北天门提供支援 在无数武功秘籍和灵丹妙药的加持 北天门成功培养出一批精锐部队 抵制住了蜜叶的恶行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号称 北天门毛雨顿的北天四主 分别是权魔曹天佑 亨帝庆武圣 鬼剑连天华 和铁血武帝在小兴 他们更是在第四代门主城光号的带领下 一举将蜜叶扼杀在了平级的北方 自此 北天门一战成名 得到了所有江湖中人的敬主 一旦敌国破 谋成王 云中天担心无法掌握日益强大的北天门 于是武林至尊九天一同策反了北天四主 栽赃诬陷门主陈关号和蜜叶相互勾结 陈关号也在凯旋之日惨遭整个中原武林的背叛 陈关号看着站在人群中的北天四主 心中不免一阵悲凉 昔日情同如手足的兄弟如今在自己两类插道 他知道自己如今大势已去 可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那个年幼丧母的儿子陈武元 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死来换取儿子的一切生机 当历剑穿过陈关号胸膛的那一刻 陈武元发疯似的奔向父亲身边 可父亲只跟他说了最后一句话 从现在起 你就是北天门的门主了 自此 那个默默与蜜叶斗争几百年的北天门彻底明灭了 云中天虽然遵守了与陈关号的约定 并没有斩草除根杀了他的儿子 但每三年就会派一批弟子过来轮流监视陈武元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他偷练武功四级报仇 而这些弟子为了得到北天门的绝世功法和财富 每天都对陈武元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 可事实上 北天门的所有武功秘籍和财富 都已经被云中天和北天四主搜刮一空 与剑有关的秘籍被鬼剑连天华带走 拳谱被拳摩曹天佑带走 与步伐有关的秘籍被封地庆武圣带走 内宫心法则是被铁血武帝载孝心带走 以前的北天门门谱 也大多投靠在北天四主的麾下 他们四人在中原各立门户称霸一方 只有陈武元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如今破败的北天门 曾经的北天门有多辉煌 现在就有多落寞 陈武元每天如行尸走肉般地活着 每天不是在打铁就是坐在屋顶上发呆 过来监视他的人都以为他是受不了打击风了 可只有他知道 北天门最上层的武功心法仍在这 北天门最后留下的武功秘籍就是北天门本身 每当紫气东来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城墙 整个北天门的墙壁就会浮现出神秘的文 这些文字来自早已灭亡的月和国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 上面记录的是北天门历代门主的武功心法 所以陈光浩从小只教儿子月和国的文字 却从不叫他武功 也许就是他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种底牌 陈武元日日夜夜都想给惨死的父亲报仇 可面对云中天寸步不离的监视 他只能每天在日出前爬上屋顶餐物工坊 然后挤进又闷又热的打铁石练习武功 因为只有这里是那些上等人不愿踏足的脏地方 陈武元看着远处突然出现的人影 开心地朝着对方奔跑过去 因为来人正是前北天门的皇叔 原本皇叔是北天门最低级的弟子 对武功更是一窍不通 但一片忠心悦悦可见 于是陈武元的父亲亲自传说他武功 在北天门覆灭后就做起了标识 但他也一直记得这份恩情 时常不远万里给陈武元送一些生活用品 陈武元只有见到皇叔才会露出开心的笑容 碎石车上的一块黑色石头引起陈武元的注意 皇叔告诉他这是一块从天而降的陨石 一直被当地的部落是做事神石 后来那个部落被霸权会的人灭组了 于是我就把他带过来准备给少爷们打点用 陈武元在听到霸权会后心中一惊 因为当初北天四驻脱离北天门后 就在中原武林各自组建了自己的势力 分别是权魔曹天佑的霸权会 鬼剑连天华的西天堡 封地庆武圣的风云山庄 铁血武帝在孝心的铁血场 皇叔每次来都会和陈武元聊一些他在外面的所见所 最近江湖上就有个后起之秀发起了一场百人比武大赛 此人也正是云中天九天之一 不归谷谷主谢银的三儿子 刚开始大家都嘲笑他不自量力 但现如今他也连续打败九十三人 如果他能继续赢下后面的七人 这将是江湖上前五谷人后五百者的记录 几天后 陈武元依依不舍地将皇叔送出城外 随后他像往常一样来到打铁石练功 可幽暗的房间中却突然伸出一笔匕手架到了他脖子上 然后一个冰冷的声音传来 你是谁 陈武元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在了原地 他急切地表明自己是北天门县人门主 谁知那人却突然双手一软倒在了地上 陈武元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倒在了血泊当中 惨白的脸颊下去依然透着一副绝世美人的模样 听着女人还有心跳 连忙将女人扶到了床上 可当掀开衣物的那一场 却发现伤口贯穿整个肩胛 且剧毒已扩散至全身 可如今整个北天门也仅剩这一枚护心解毒丹 那是皇叔临走时留给自己的保命神 陈武元在内心挣扎了两秒半后 还是将丹药给女人扶下 随后又将银针扎在伤口周围止血 第二天 女人迷迷糊糊地从睡梦中惊醒 虽然伤口已经得到有效的处理 可周围陌生的环境还是让她异常警觉 这时陈武元端着米粥走了进来 她也没有多嘴询问女人的来历 只是淡淡地让她扶下米粥暖暖身子 女人在知道陈武元没有恶意后 可一句谢字却支支吾吾始终都说不出口 表示只要自己养好伤就会立刻离开 陈武元也在交谈中得知女人名叫依下雪 但她对自己的来历却没有丝毫透露 可陈武元光看伤口就知道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姑娘 只是多年形单影之的生活 在一下雪的到来后让她尝到了一丝温暖 而在三年后的今天 当年那群人的后代竟又齐聚北天门 随着最强年轻一代谢霄峰的到来 陈武元顿时被她那强大的气场压得难以传心 此时她也注意到身后的陈武元 在得知陈武元就是北天门现任门主时 更是认真打量了她好一回 可武元此时已被谢霄峰盯出一身冷汗 她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复仇之路将会无比艰辛 夜里正在打铁的陈武元被一个冰冷的声音打断 来人正是云中天九老之一 沈穆海的儿子沈远 只见沈远旁敲侧击地说道 你既然不会武功 那又是怎么忍受如此炎热的 说罢也不等陈武元同意 已经开始把玩武器架上的剑 就在陈武元眨眼的瞬间 沈远已经持剑袭来 陈武元看着杀气腾腾的沈远 脑海中瞬间飘过千万个念头 最终还是决定宁远了下来 现在还不能暴露自己会武功 只听扑斥一声 利剑已经穿过了陈武元的胸膛 难道这小子真的不会武功 随即便毫不关心地转身离去 这时西门慧玲却满脸担心地说道 我和我祖父的想法不同 我想尽我所能地帮助你 然而出门后的西门慧玲却凶狠地和沈远说道 不要再试探他了 我们需要他这个北天门门主的身份 此时的房间内 依下雪看着躺在床上的陈武元 一脸担心地询问是他们做的吗 你为什么不反抗 陈武元却不由自主地拉着依下雪说道 你是除了皇叔以外第一个这么关心我的 谢谢你下雪 一下雪则是害羞地瞬间将手拉开 第二天 一名护卫突然拦住了陈武元的去 我家少主想邀请您明晚在华天阁一起示范 这客人招待主人的反向操作 也恰好引起了陈武元的兴趣 随即便答应了下来 夜里 谢霄峰口中不停囊囊的陈武元这三个字 为什么此人看着平平无奇 却总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 天之骄子的谢霄峰在内心笃定 此人一定继承了北天门的实力和精神 于是一大早便在武元门口打坐等候 见到武元出来后 便立马上前对他们兄妹几人的贸然前来拱手道歉 而到了夜晚 内心感到一丝不安的下雪也跟了上来 屋内的霄峰等人见状急忙上前打招呼 可看架势却总给人一种鸿门宴的感觉 直到下雪和武元落座之后 霄峰才说出了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原来他们兄妹四人决定成立苍龙会 立志将有志向的年轻人聚其并送到云中天 而陈门主便是我们创会的见证人 北天门作为抗衡魔教百年的功臣 这便是我们将创会地点选在此处的原因 可胡斥海塞的雪儿却突然打去倒 要是做了见证人就要替你们保守秘密吗 还好武元及时抬手接过了话策 淡淡地表示同意做你们的见证人 得到满意答复的霄峰又抱拳道谢了起来 而此时在北天门外站岛放哨的护卫 突然看见一只黑影从身后挡住了自己的视线 但两人刚转身想要看清来人是谁 一道沉重的闷哼声却传到了副组长的耳边 随后他便立马吹响口哨询问秦宏 可过了许久也收不到对方的回应 于是便施展轻功几个跳跃间冲了过去 而当另一名护卫赶到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在了原地 站岗的所有哨兵都被开膛破肚死向草重 而此时华天阁的年轻人正举行着入会仪式 丝毫没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威胁 只有雪儿似乎嗅到了鲜血的气息 他让武元一定要时刻待在自己的身边 弱大的北天门一吐一幕都透露着寂静的死心 原来是混沌之魔太疆来了 消失了几十年的魔教蜜叶再次卷土重来 云中天的后辈们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被称为最强年轻一代的肖锋 见同伴有难自然是要首当其冲 只见一道身影顺身闪到太疆身前 先是一技直拳打在对方的下额 随后又使出谢家绝学圣光流 那个号称混沌之魔的太疆 就这么被肖锋打成残废躺在断壁残垣之上 然而就在他准备回华天阁支援时 身后却传来一阵让人打寒的气息 卫奏变形的太疆此时露出兴奋的表情 只听一道咔咔声响起 全身扭曲的关节便瞬间复位 然后简简单单地挥出一掌 此前九十三连胜的肖锋直接躺在地上没了动静 太疆见此人的确是个练武奇才 便打算放他一马 待他功法大成后再好好玩玩 可谁知肖锋却死死抓住太疆的大脱 这主动求死的行为成功激怒了太疆 是卫生的女孩想搬出老爹的身份 虎猪对方 可没成想却被太疆一掌直接拍成了碎杂 看见妹妹被一拳打爆的神远顿时怒气冲天 立马不要命地朝太疆扑了过去 然而他也没在太疆手中撑过一招 陈武员也被太疆那恐怖的实力惊得呆站在园里 好在雪儿此时没有食言 拉着陈武员闪斩腾挪杀出了一条血路 西门姑娘也在护卫的殿后向安全离去 可他并没有急着逃走 只见他将双手放在半空似乎在施展什么招式 随后一个光球直接将太疆困在了原地 然后他将昏迷不醒的神远和消风一起带走 陈武员此刻却又站在门外发起了带 忽然一声响彻天际的嘶吼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太疆竟生生把光照撕开了一道口 小丫头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原来他就是那个将下雪打成重伤的怪物 此时的太疆像是老虎见了猎物异常兴奋 抬手就是一掌朝雪儿轰了过去 待烟尘散去后 陈武员发现空中的雪儿竟变成了一系白发模样 难不成他也是魔教蜜叶四大护法之一 白发魔女的后人 只听雪儿轻声让武员赶紧逃离此处 可以回头却发现陈武员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随后北天门逆鸣发出一道冲天巨响 雪儿不出意外也不是太疆的对手 这个混沌之魔太疆实在是太强了 但想起那个唯一给过他温暖的男孩还活着 即便是死也没有遗憾 可这时泰江掐着雪儿的手却突然被砍了一刀 是武员回来了 他没有逃 北天门的后人才不是那贪生怕死之辈 这是陈武员第一次使出北天门的绝学 虚虚实实的身影意识间让人难分真假 仅仅挥出一剑便将泰江披成了两半 可被称为混沌之魔的泰江又岂是泛泛之辈 不仅能在眨眼间将伤口完全遇破 而且还能抓住空挡绝地损机 泰江一掌击中陈武员的丹铁 将他的内脏经脉全部震碎 随着身体内力的不断流失 陈武员已经彻底失去战斗力 眼看泰江就要一脚踩爆他的脑袋 雪儿强撑着一口气想要阻止对方 却被泰江一个反手硬生生拍进了墙里 见状陈武员的内心也被彻底击垮 既然天意如此 那我们就去地府做一对苦命鸳鸯吧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泰江却被一块从天而降的巨大冰块砸中 陈武员也被这无差别攻击砸的伤势更加严重 但浓烈的烟尘散开后 只见一个白发素衣的女人悬浮在半空 来人正是密业四大护法之一的白发魔女苏锦香 也正是雪儿的师尊 雪儿此刻也被一名死灵从墙里抠了出来 她深知雪儿少主之所以无法长久维持银魂兴爵 定是与这北天门的后人有关 于是便抬手想将陈武员就地抹杀以绝后患 可这时雪儿却一把扯住了死灵的衣袍 祈求对方能放陈武员一马 当初自己重伤后躲进北天门 也多亏陈武员无微不至的照顾 自己才捡回一条性命 经过一番苦苦的哀求 死灵心软终于不再追究 随后将一颗极品丹药递给了雪儿 而那白发魔女的头顶已经祭出两道月光轮 只见她轻轻一抬手 月光轮便飞速朝太江攻了过去 太江依仗着自己是不死不灭的身躯 竟然准备直接徒手硬扛下这一击 随后一道刺眼的白光爆炸开来 当大家再次睁开眼时 那白发魔女依旧双手背后屹立在空中 而那狂妄自大的太江却已消失不见 随后白发魔女又缓缓走到陈武员面前 世人都说北天门的后人是个只会打铁的废物 可今日一见 却更像一头叙事待发的猛猛 说完便抬起她那洁白无暇的御手 言外之意是不准被放过陈武员 见状雪儿强撑着剧痛再次出面求饶 可看着师尊一直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雪儿便扑通一声直接跪了下来 可这却让师尊更加坚定要杀了陈武员 只因雪儿修炼的功法不能有七情六欲 但看着如闺女般的徒儿疯狂的磕头囚牢 煞奈坚让她回想起了几十年前的营物 也是一个男人跪在她身后苦苦的哀求 刹奈坚思绪万千让魔女头疼的厉害 放了这小子也可以 但前提必须要接受用秘法修炼银魂心诀 此法虽能速成却有极高的生命威胁 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 而雪儿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 只要她能活下去便是最好的结果 随后又将那枚极品丹药递给陈武员 而武员却一边安慰雪儿一边讲的段子都雪儿开心 这一刻雪儿在心里隐藏许久的情愫彻底释放 两人就这么紧紧地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 可武员身后靠着的那块大石头 却怎么看怎么像一块墓碑 甚是凄凉 不久后魔女便带着雪儿返回宗门 并警告她以后不许再出现在雪儿面前 武员在这一刻也放下了儿女清长 她知道如今的自己太过弱性 唯有不断地变强才能改变这一切 可这世不远处的废墟中还藏着一个人 正是昨晚在外围巡逻的副组长 但此时的武员没有心思搭理她 而是在废墟中找到了一块黑色的大石头 随后打包得严严实实地准备离开北天门 可谁知苏木哲却突然朝陈武员跪了下来 表示自己想要任武员为主 余生只追随她一人重振北天门 武员回想起当初在地牢时只有她替自己求情 想来此人心形也不坏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自此苏木哲成了陈武员的第一把剑 这时外出的皇叔也闻讯赶了回来 看着曾经的最强宗门如今落得如此下场 让这生埋半截的老爷们也不禁眼泛泪化 随后武员和皇叔准备动身前往下一个地点 而苏木哲则在此处等候云中天的援兵 他要继续用云中天护卫的身份暗中替武员做事 不知过了多久 远处才传来的急促的马蹄声 来人正是云中天派来的曾源梁万哲 苏木哲面对他的冷声质吻 抛出令牌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表示如今整个北天门只剩他一个活人 而陈武员则是被困在大火之中再也没逃出来 但梁万哲显然不会轻易听信他的一番说辞 于是便下令将苏木哲绑起来带回组部审序 另一边 陈武员已经来到了一处名为鬼山的荒屁地方 此处虽是绵延数万里的大山 但却是隐世苦修的绝佳之地 老黄负责每三个月来给武员补给一次食物 时间如白鞠过时 苦修两年半的武员气势已经发生了剧变 恰巧今天又是老黄约定来送物资的日子 此一进屋却被地上那把漆黑的长剑所吸引 原来这正是黄叔送的那块石头锻造而成的 光锻造就足足花费了两年时间 剑成之时周身都发出悠悠的紫气 持剑者稍有不慎就会被剑的妖气吞噬 于是武员便将此剑取名为雪花 陈武员也一直没等来心心念念的黄叔 他意识到从未食言的黄叔肯定是遭遇不测 于是一刀将封闭的鬼衫披成了两半 苦修两年半的武员正式出关踏入中原 他一路快马加鞭来到白龙商会 以老黄侄子的身份才从门卫的口中得知 黄叔跟随三公子去南州分部执行任务 可以行人刚出城便再也没收到任何消息 而白龙商会为了找到三公子的下方 已经雇用了威名赫赫的铁七堂协助调查 这一男一女便是前来协助的副堂主 男子是号称一不一计的至多心中礼物 女子则是被世人尊称为怪力乱神的蔡雅兰 据说曾以一己之力屠杀一个顶尖门牌 但看这架势却很难跟高手挂钩 第二天一早 众人便准备动身前往南州 而陈武员则是以老黄侄子的身份跟在其中 路上一个叫文浩的孩子却跟队伍显得格格不入 原来他的父亲也是一名雕师 几年前在一次商会任务中丧命 平时只有黄叔对这孤苦伶仃的孩子百般照顾 因此黄叔一出示他便主动请应加入此行 陈武员看他是个知恩图报的小子 便让他无论何时都紧跟在自己身旁 文浩听见有人要照着他便立刻开心地应了下来 可心里却对这毫无内力之人的话泛起了嘀咕 领头的蔡雅兰却对陈武员一直抱有警惕 因为他身上那种若有若无的气息让他很是不安 胆露一天的队伍在太阳落山前来到一出客栈 小文浩刚进门就被点菜的小女孩所吸引 而随着武员在一旁打去 涉事未深的文浩脸色瞬间红到了耳后跟 这时店里又来了一群鸿蒙派的道士 随后那为首的乌海道士便开始惩查 直接一把将饭菜扣到了老板的脸上 表示他的师弟在菜里吃到了石头 门牙都被崩掉了 要是不赔个几百两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但实际上那小道士的牙齿是自己老早就不小心磕掉的 众人又从两人的对话中得知 那客栈的老板曾是那乌海的亲师弟 在15年前鸿蒙派的一次比武大赛上 年轻的老板以碾压的姿态击败了乌海 可事后却惨遭乌海师兄的诬陷 于是师弟被废掉武功逐出了师门 可他这一番话却彻底激怒乌海 二话不说对着老板就是一掌 这时看着爹爹被打成重伤的小女孩 哭喊着用小拳拳捶打乌海的小胸口 结果却被乌海一巴掌直接扇飞 而这一下也让一旁的蔡雅兰气得忍无可忍 但身边的志多星却及时将他拦了下来 表示与鸿蒙派结仇会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火 没成想小文浩却站出来替这对妇女打抱不平 可乌海在得知他只是个不起眼的小镖事实 便根本不把文浩放在眼里 至此一旁的武元也被彻底的激怒 就在乌海手中的长剑即将劈下来时 武元只是伸出两根手指便将其夹在半空无法动弹 一时间乌海被憋得清惊暴起 武元劝他别找死 可出自九大门派的武海岂能受此侮辱 另一只手蓄力成长朝着武元下三路而去 而武元则是用刀鞘一挥便轻松化解 随后双指用力把对方的宝剑加成了碎渣 看到鸿蒙派的配件被毁 身后的师兄弟们立马闪身冲了上来 但在武元眼里 对方的动作如同漫放一般 一个左正跟一个右边腿 最后一记闪电武连边收尾 武海自知不是对手又搬出了云中天的名号 可他殊不知这下正是撞到了枪槽上 只听武元寒声道 区区云中天灭了便是 这时商会的大小姐听闻武海师兄也在此 便热情过来准备跟武海打个招呼 可映入眼帘的这一幕却让他慌乱不已 担心自家商会会遭到九大门派的报复 便不分青红皂白的数落武元 可当武元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后 自知理亏的大小姐也被对得哑口无言 但武元也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会连累白龙商会 于是便提出自己和文浩离开队伍的想法 但此话一出却遭到总标头的拒绝 随后众人便藏在石头后迎接鸿蒙派的报复 这时文浩开始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如果一开始没有冲动就不会连累所有人 但武元的回答却彻底改变了文浩的一声 自古以来弱肉强实是唯一的法则 想要解决和拥有你想要的一切 那边只有变强再变强 话音刚落 忽然不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来人正是鸿蒙派大师兄悟广 此人气势浑厚与那乌海有着云迷之比 虽然武元向乌广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鸿蒙派的弟子被一个香野小子教训 要是传出去实在是犹如九大门派的尊严 陈武元见此人蛮不讲理也不再废话 正好雪花还未尝过鲜血的味道 双方话不投机便直接动手 武当派一众弟子率先朝武元袭来 而武元则仅凭拔刀时所产生的邀请 便将冲上来的鸿蒙派弟子轻松击退 但这一下却使得那群倒是更加恼羞成梦 恨不得一刀一刀将武元剥皮抽筋 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他们口中的香野小子竟是个绝顶高手 只见武元抬手那么一回 那代表鸿蒙派门面的竹纹剑眨眼间 全部被砍成了碎杂 大师兄悟广见宗门被如此羞辱 立马使出门派的阵派绝学一剑破伤 此招的气势甚是吓人 可武元却只是淡淡的挑逆 随即便再次挥动手中的雪花 那强劲的妖气瞬间将武广吸了进去 纵横江湖半辈子的武广被彻底打 眼见雪花就要一刀将其抹杀 那客栈的妇女却及时出现拦了下 武广扭头发现竟是自己的小师弟 两人在一番寒暄之后 这才得知当年小师弟被无限的真相 于是下令将武海的修为废调并逐出师门 随后又跟武元为刚才的鲁莽赔罪 并告诉他如果南下遇到困难 可以找一位名叫夏整月的书生帮忙 而当他在得知武元的真实身份时 意识到中原武林必将会迎来一场腥风血雨 此时的陈武元却在懊悔刚才自己的鲁莽 过早的暴露实力兴许会让云中天的那群人渣有所警惕 可一旁的文浩却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 脸上全都是对武元的崇拜 而武元为了让文浩快速提升修为 便准备先给他挑选一把趁手的兵器 可挑来挑去也没有找到一把合适的 直到最后路过一家不起眼的小铺 那老板一眼便看出武元手中雪花的妖气 能看穿雪花并非俗乎的人想必也不简单 于是武元便将自己的诉求告诉了老板 没成想他还真有一把鸭箱底的狠 竟是一把长两米重三百斤的巨箭 这么大的家伙直接让文浩怀疑人生 但好在这小子适应能力够强 只有不断地给他压力他才能快速成长 而这老人竟分文不取将巨箭送给了小文浩 随后寻到趁手兵器的两人再次出发 可这时前方一阵骚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凑近一看原来是恶霸在欺负卖菜的大妈 心地善良的文浩又准备出手 可这时那恶霸却被一只大手挡了下来 恶霸扭头一看竟是个身高五米的壮汉 紧紧一拳便将恶霸的脑袋打包 随后不知死活的同伙还想群起而攻之 结果都被壮汉一个脑瓜崩弹地晕死过去 武元见有人出手相助便转身离去 随后两人来到客栈与铁气堂会合 可刚一进门赖志多星便朝着自己叫堂主 这把一旁的文浩听得是一头雾水 回头一看才发现 竟是刚才那个仗义出手的状态 原来他就是铁气堂的创始人龙豪 武元对他颇有好感便拱手经历 随后龙豪又邀请武元一起参加今晚会议 可这却遭到伤会大小姐的强烈抗议 但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有出手 因为在这里 龙豪的命令没人敢不走 会议结束后龙豪起身就要离去 并且还将武元也叫了出来 两人一路上没有过多言语 直到最后来到一处阴暗的湖头 武元才询问对方此行的用意 只见龙豪瞬间释放出浑厚的内力 而武元见状也立马开启全知全感 两道强劲的内力一时间进入奋多种 可这时龙豪却突然收回内力 表示有机会再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 随后便转身敲响了旁边的小木屋 一老者见周围没有可疑的人物后 便将二人领了进去 只见屋内漆黑一片显得尤为神秘 不知武元二人端坐了多久 一个身披斗力的黑袍人才走了出来 原来他们属于江湖上一个神秘的组织 只是随口说出的一句话 就能让传承千年的世家在一夜之间惨遭面目 他们从不以真面目示 也不知从何而来 唯有胸前那轮漆黑的彩月最为显眼 因此江湖人称为黑月 而龙豪此行便是象棋打探南州的局势 在得知消失几十年的魔教蜜叶在此卷途 一大早便带着兄弟们快马加鞭 可没成想车马刚进入南州地界 就撞见浑身是血的一老一少寻求救人 同对话中得知两人竟是唐门的后人 那是中原武林最豪华的宗门之一 门内弟子皆为唐姓 且只擅长制毒和暗器 但他们从不与江湖上任何文派为敌 可没成想会在途中遭遇袭击 老者乃是唐门万毒阁阁主唐七叶 是江湖上除了家主外最会用毒的高手 而姑娘则是万毒地的亲孙女唐米丽 龙豪文言后内心为之一惊 然而就在智多心考虑是否出手相救时 却发现五元已将老准往马车里送 身为军师的他立马斥责五元的鲁莽行事 结果却被龙豪一把摁住了肩头 随意他们身后出现了一双双骇人的眼睛 随后数百名手持利刃的壮汗冲了出来 一时间整个车队沦为带载羔羊 从未见过血的大小姐被吓得全身发动 眼看自己就要成为刀下王魂 幸亏蔡雅兰及时出手将其救下 这时为首的一人开始疯狂叫嚣 可有人敢迎战赤鬼兵团副队长 然而话音刚落 就被龙豪纵身一刀砍过来 但没成想这家伙竟硬生生挡了下来 此人虽然体型巨大 但身手却异常敏捷 既然不能硬碰硬那就只能制取 只见龙豪闪身一刀将其右手准断 随后又是一个大跳来到那人身后 伴随着龙豪一道响却天际的怒吼 那副队长便直接横死当场 而五元此刻正迎战赤鬼兵团的大队长 他没有像龙豪那样直接将其斩杀 而是边打边询问白龙伤会消失的原因 可那大队长见五元身材瘦小气势平平 表示只要自己被他打败就供出情报 可下一秒就被五元一刀劈中尖头 这灵力的攻击让大队长勃然大怒 手中枪击发出的火光直奔五元而去 却不料被五元腾空一跳轻松化解 反而自己接接时时挨了雪花一击 这让大队长意识到必须将其抹杀 随后便使出最强一击飞龙在天 可接下来一幕直接让他傻眼了 五元竟然空手接住了他最强一击 也就在这眨眼之间 又一刀将他手中的枪击斩成两半 这下你该告诉我们了 谁知那大队长却嘴硬得很 除而反而就让你尝尝雪花的滋味 看着被刀架在脖子上也只好认输 表示白龙伤会的人失踪确实与他们有关 可这时周围却传来一阵刺鼻的毒气 那大队长趁其不被眨眼便消失不见 于是五元便顺着气味追了上去 结果却只发现了两名殿后的小兵 正当五元打算从他们口中问出更多的信息时 谁知下一秒这两人却死死将五元抱住 身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迅速膨胀 幸好五元在爆炸前一秒正拖了出去 剑主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甚是傲慢 随后便只好回去与大部队会了 那唐米莉剑救命恩人又帅有能打 脸色竟一时间忍不住羞红了起来 而唐七夜剑五元左肋有伤 便送给了他一把神单作为报答 在五元和米莉的对话中得知 他们此行是要去霸权会寻求庇物 并想邀请五元一起前往霸权会 但米莉不知道的是 霸权会是五元最痛恨的三个字 主宰现今江湖的九位掌权者是云中天的九天 而能与他们比肩的则是曾经的北天四处 当初云中天陷害北天门与蜜叶勾结 作为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却集体倒戈 在云中天的扶持之下 北天四处迅速进入中原开宗立派 而霸权会便是当年第一个背叛父亲的叔父 江湖人称权魔曹天佑 陈五元果断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由于担心皇叔的安危 五元和白龙商会的人道别后便一人独自难下 根据当初误广给的线索 来到一间赌场打听三脑书生下诊月的踪迹 可那群壮汉却误以为五元跟书生是同伙 说话间便撸起袖子就准备动手 结果却被五元掀发制人 只听框框几下 三名壮汉就被掀翻在地 眼见自己就要命丧当场 壮汉扑通一下直接跪地开始丘楼 五元从壮汉口中得知书生已经难下 于是便一路打听也跟着难下 可途经一片竹林石 却发现怎么走都绕不过那座石像 一时间竟让五元冷汗直流 这阵法竟然连全只拳杆都无法察觉 紧接着那石像开始迅速脱落 下一秒幻化成一个手持大刀的巨人 四周还蹲坐着无数只山野猛兽 紧接着便朝五元疯狂袭来 强大的阵势让五元一时间难以喘息 但他深知这是所谓的幻想全都是假的 随后挥动雪花一声大喝道 三脑书生 杀死军一股 魂后的妖气直奔远处的角落而去 那端坐在竹林深处的黑影往返浮现 此人正是三脑书生下诊院 随后两人坐在一起相互交谈 书生不敢相信眼前这年轻人竟打赢了误望 可他表面上却看不出一丝内力波动 忍不住骂到五元是个阴险的家伙 而五元文言却是淡淡一笑 低调可以活得更久一点 年纪轻轻尽对生存之道研究的如此透彻 严霸又询问五元是如何破解这阵法 我这阵法难道还有不足之处 是砍微弱了还是计算出错 没诚想五元只是淡淡的说道 只是凭感觉随便砍了一刀吧 好好好 得亏你够随便 再晚一秒就该吐血而亡了 但两人越发熟络后五元才切入正体 询问起了白龙伤会失踪之人现在何处 书生闻言却立刻神情严肃了起来 如果失踪者不是你的血清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烫这趟浑水 那人虽不是血清 但值得赌上性命 书生见五元如此决绝也不再劝阻 告诉他可以去沐溪看看 那个急事最近发生了很多怪事 五元淡淡的重复沐溪这两个字 随后便邀请书生随他一起同行 而书生却被这话搞得有点忙 你可知我的底细就敢邀我同行 只是心中所想便说了出来 世人都说我是疯子 我看你才是真的疯子 言罢书生再没有多言便转身离去 而五元则是顶着大雨朝沐溪感觉 却突然听见似乎有情声在吸引他 于是便快步朝着因缘触感过去 那声音似乎是从这凉亭传来 待五元走进一瞧 一身穿素衣的男子正波动着琴弦 而男子见五元出现便冷声道 在下金丹叶 赤鬼队长果然没说错 你是第一个能听见千里零零的人 五元见他与赤鬼队长相识 便立马询问起了白龙商会的笑 只要你把他们放了我就立马离开这里 这事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现在放他们回去我会有麻烦 莫不如等计划完成后再放回去如何 但看拔刀的姿势便知五元的意思 既然如此 那就看是你的刀块还是我的琴弦块 陈五元拔出雪花用力一挥 一道剑气瞬间朝着金丹叶抱舍而去 而金丹叶只是拨动一下琴弦便把剑气投降 接下来双手快速拨动琴弦 无数道情忙将陈五元包围 凌厉的气息划破了他的皮肤 伴随一声巨大的声响 待烟雾散去后的陈五元狼狈地从水中爬起 而此时的金丹叶却早已消失不见 无奈的他只能继续动身前往木溪寻找黄叔的线索 湖中却遇见了之前的唐七门和唐李 他们也正由霸权会护送前往木溪 并且巧合的是 此次护送的队长正是八臂神将仁修宝 他是曹天佑手下能排进前五的高手 更是小时候陪陈五元嬉戏玩闹的好叔叔 可如今在看见化名为陈的陈五元时 也只是心中略微一惊 他路上一直在默默注视着陈五元 但他的心里一直心存愧疚 日日夜夜都被罪恶感折磨 当年因为自己的贪生怕死 他跟着曹天佑背叛了陈五元的父亲 虽然他很努力地想忘掉那段记忆 但那些画面总挥之不去 他很想问问这个年轻人的真实身份 可又害怕他真的是五元 因为他已经无法再堂堂正正地面对它了 一想到这里 他连和陈五元待在一起吃饭的勇气都没有了 就在这时 马车在前方发现一堆堆残质断壁 陈五元此时注意到 陈五元在看到这种场面后并没有感到惊讶 这说明在此之前就发生过这类事件 仔细看这些残肢并不像是武器砍断的 而更像是被人用手活生生撕裂的 在一行人到达霸权会后 陈五元便告辞离开 因为他知道当年的事情 陈五元也是身不由己 接着他便来到这里最大的客栈 往往这种地方人多眼杂 兴许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此时的客栈内空无一人 只有一个店小二在忙碌 店小二看到陈五元二人 便跑过来热情招待 安排了一间最大的客房 陈五元进屋便把雪花放置在角落 没过一会 一桌丰盛的饭菜便已上齐 可还没等人吃上两口 陈五元和小元浩就脑袋一尘昏死过去 然而就在此时 一张花脸从门外露了进来 此人正是黑月派来跟踪陈五元的天字号蜜月 亲人 原来之前的店小二也是他乔装的 他迫不及待地想寻找一些陈五元的信息 此时他看到了角落里的雪花 当他触碰到渐身的一刹那 一股黑色的妖气瞬间侵蚀了他的全身 下一秒 亲人的两只眼睛已是白多黑少 此时的他已经被妖刀雪花迷失了心智 而陈五元也被雪花的妖气所唤醒 他走到亲人的身边问道你是什么人 亲人则已毫无抵抗之力 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是黑月中负责监视重要对象的天字号亲人 是黑月落川分部的首领蜜月 让我到这来监视你的 陈五元想到了在路上遇到的那些被撕碎的身体 于是便随口问了一句 没想到亲人却回答道 不久前突然出现一群丧心病狂之人 他们的力气十分之大 失去理智时甚至连亲人都会伤害 云中天和霸权会的人认定他们是中毒 所以请了唐家的人过来调查 接着陈五元把雪花从男子手中拿开 亲人在瞬间便清醒了过来 立刻拿出武器警惕地看着陈五元 此时他知道泄露了黑月的信息 自己将必死无命 便举刀冲向陈五元想杀人灭口 可陈五元连雪花都没用 只靠拳头就把对方打成了猪头 你可以尽情地问关于我的问题 但你要向我提供失踪事件的信息 事已至此 亲人只好无奈地答应 之后他们三人来到集市 陈五元看到路边出售的武器 并不是南州的物品 他知道这些武器 必定是那些来到南州的商人护卫所 从商贩那得知 他们的武器都是在附近黑市拿的火 这时亲人表示他知道那所黑市所在 可当他们来到黑市时 映入眼帘的则是满地的尸海 五元一眼便认出这些人 是之前和自己交过手的赤鬼拥兵团 但其中还有一些普通平民的尸体 而另一边 霸权会的高手也活捉了一个 最近在城中肆意屠杀的恶魔 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中了某种怪毒 所以请了唐家的人过来检查 经过唐七门对那人的检查 最终确定的确是中了矿物毒 就在这时 那人像是受到某种刺激 突然抱起抓住唐七门的双臂 一旁的任修广一拳将那男子打飞 用手臂牢牢锁住男人的脖子 那人拼命地用牙齿撕咬着任修广的手臂 但也因为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强大力量 导致体内的脏气无法支撑 最后吐血身亡 事后任修广擦拭着自己的护臂 当初他就是为了这双西灵甲 才跟随曹天佑来到南中 就在这时 一名手下冲进来说道 沐西城正在被一群不知身份的武林人士图露 听到这任修广立马朝沐西城赶去 在路上他看到遍地的尸体 有老人妇女 也有孩子 他满脸愤怒 到底是谁做的 余光撇过 他正好看到前面有一男子正对一个百姓下手 直接一掌劈过去 他可是八臂神将 待他抓起那人看清容貌后 他惊呆了 此人他认识 也是霸权会议名长老的弟子 从他口中得知 屠杀百姓竟是会长曹天佑的指示 他不敢相信只因敌人乔装成百姓 会长便下令途进沐西城 他试图救下更多的无辜之人 此时他看到一男子正对一少女下毒手 还没等他阻止 那名男子便一拳直接打爆了那女人的脑袋 男子看着来到的任修广 目光冰冷地说道 你知道会长为什么要派你来沐西吗 因为现在会长也觉得你很麻烦 紧接着 任修广周围出现无数的身影将他紧紧包围 此时他才明白 曹天佑最终还是没能放过自己 另一边 来到黑市的陈武员等人顿感大事不合 他们急忙赶回沐西城 可此时城内已如人间地狱 到处都是被杀的平民 就在这时 他碰到迎面而来的霸权会弟子 此时的陈武员内心已经十分的愤怒 他瞬间拔出血花 刹那间便出现在那群人身后 下一秒 那些霸权会的人瞬间伸手一触 等收拾完这些人后 他才看到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走近一看 正是八臂神将任修广 此时他的双臂已被砍下 任修广此刻才确定他就是陈武员 瞬间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他对不起死去的陈文主 当初是自己太无能没去找你 等自己死后一定去向你的父亲赔罪 并且希望陈武员能阻止曹天佑的报信 说完这些 他便永远地闭上双眼 而另一边 霸权会也找到了那些失踪商贩的藏身之所 在进入一处地洞后 两边关押着的都是失踪的商人 不过都已经中了 变成人不忍鬼不鬼的怪人 而始作俑者金丹叶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 他的目的就是要吸引这些人来到这里 为了唤醒蜜叶他筹谋已久 他打开关押商贩的牢门 那些商贩疯狂扑向霸权会的弟子 此时他们也顾不上其中一些是失踪商队的上层任务 如果不反抗那死的就是他们 只能全部杀掉 就在这时 陈武员也找到了这里 担心黄叔也在这些狂人之中 便大声制止了这场混战 可霸权会里却有人不服气 此人正是干掉八臂神将的人 此时西林甲也在他双臂上 他向着陈武员冲来 只见陈武员手起见落 那人的双臂齐刷刷从根而断 即便是这样还有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刚到武员身前便伸手一出 此时霸权会众人才彻底被惊住 陈武员慢慢走向霸权会的首领 那人还在那叫嚣着 我们可是隶属于曹天佑的霸权会 陈武员很是不屑地说了句 曹天佑很了不起 就在这时 赤鬼拥兵团的南军威也从外面回来 陈武员看到他立刻问他 快告诉我黄叔在哪 南军威并没有回答他 下一面 长枪一指直接朝着陈武员冲来 陈武员为了逼问出黄叔的下落不息大开杀机 与南军威打得难舍难分 而金丹叶则是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霸权会长老的身后 此时的金丹叶也不在意 大方地承认自己就是蜜叶的后人 筹谋多年的计划为的就是将沉睡已久的蜜叶唤醒 听到真相后的长老已然被吓出一身冷汗 他现在只想跑 他知道自己再待下去必然会死 但金丹叶又起步放过他 伴随着一道情音响起 长老瞬间被震得蹊跷流血 不仅是他 在场所有的霸权会弟子都被这股雄厚的内力如杀 一旁的陈武员也心中安静 好强的功夫 在借助地下洞穴的地形下 杀伤力暴增了好几倍 就算是自己在修炼了万影爵的前提下 也被震得难以忍受 南军威见陈武员分身 瞬间长枪如龙 朝着陈武员猛攻而去 可让陈武员奇怪的是 明明南军威也在阴攻的范围之内 可他不但没受影响 反而更像是增强了战斗力 在两人默契地配合下陈武员连连吃点 想到这里陈武员也不再留守 时间拖得越久越对自己不利 就在南军威横扫过来的下一秒 陈武员一个闪身来到他身后 使出了灭天魔影剑的第五室 闪光炫 一瞬间 虚虚实实的身影让人难分真假 无数剑盲密不透风地在南军威身上留下伤口 在解决掉南军威后 陈武员立刻朝着金丹叶袭来 他要在对方发出情音之前解决掉 随着武员手中的雪花重重地推出 金丹叶却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原来是他的一脚被临死前的霸权会会场死死抓住 就在这千军一发至极 一道身影挡在了金丹叶身前 替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之前武员用灭天魔影剑把他打成重伤 可他还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冲到金丹叶身前 因为这是他对自己兄弟做过的沉默 小时候每当金丹叶受到欺负 南军威总会在第一时间出现 金丹叶从小就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要唤醒那些抑制沉睡的童子 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而那时的南军威虽然不懂 但他却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他 看到南军威在自己身前倒下 金丹叶瞬间轻轻抱起 手中的琴叶被狂暴的力量捏得粉碎 术道英波将陈武员逼得到后 此时金丹叶也认出了陈武员所使用的剑法 正是北天门的灭天魔影剑 这才确定了他是北天门的第五代门主 而陈武员其实也早就猜出 他是密叶四大护法阵 天公魔鹰的后人 金丹叶拔下头上的笛子 只见他吹响敌音 拼波如同炮弹一般打向陈武员 而陈武员则使用灭天魔影剑不断地抵倒 金丹叶则是一边打斗一边感慨 这事道真有趣 人人都以为密叶和北天门被灭露了 可谁能想到他们的后人却在此刻相聚 陈武员却一心只想救出自己的皇叔 金丹叶却告诉他 如果他的叔叔也在这些发狂人之中的话 那就算是他也无能为力 于是陈武员问他 被绑架的人还有在别的地方 金丹叶没有告诉他 愤怒的陈武员已经没有耐心再继续耗下去 好着金丹叶一剑批出 连毒后面的石壁都被批出一条巨大的沟壳 这一剑并没有直接杀掉金丹叶 只是让他身负重伤 毕竟现在只有他知道皇叔的下落 此时已经奄奄一息的金丹叶缓缓地说道 其实在我最初的计划里 最终的目标就是自己的死亡 只有自己的死才会让密叶重新觉醒 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叔叔叫什么 可他却还是卷入了我的计划当中 你说命运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不是真的很残 我一直不告诉你就是在挑衅你 我怕你在杀我的时候会犹豫不决 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告诉你也无妨 你可以去爱乌山的万绝谷 那里也有我们关押的商店 希望能找到你的叔叔 陈武员看着倒地的金丹叶 到底是什么让你策划出如此残酷的剑 最后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此时陈武员也猛然咳出一股鲜血 他赶忙拿出之前唐七门赠你自己的丹药 可就在这时 他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大的气息锁定 只要自己一动就会被瞬间干掉 陈武员转动眼珠向后方撇去 只见那人的身影像一只巨大的鞭鼠一样 全身被黑色的抖红包裹 手上是一杆刻着鬼闻的银枪 以及散发着刺眼荧光的双头 难道来人是传说中的蜜叶四大护寸之一 黑翼神枪 陈武员此刻也是冷汉直冒 自己就算是全盛十七也不是他的对手 更别说现在还有伤在神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没想到黑翼神枪却一眼就认出了他 陈武员正纳闷对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 黑翼神枪却告诉他 北天门与蜜叶一直以来都是宿敌 在蜜叶折服的这些年中 丹叶如同夜明珠般照耀着我们 如今连这微弱的光芒也已消散 所以折服在深渊中的蜜叶 将会为了寻找光芒而再次重视 说到他冒起已经凉透的金丹叶 对着陈武员就是一枪刺出 陈武员迅速后退躲避 本以为自己退出很远应该没事 可没想到下一秒长枪瞬间出现在他面前 直接刺穿他的胸膛 幸亏胸前的玉佩替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黑翼神枪又是一枪蓄力刺出 枪盲锁过之地四分五裂 陈武员连忙挥剑阻挡 不料下一秒黑翼神枪就出现在他身边 强劲的力道硬生生把他震飞到高空 紧接着如死神般再次出现在他双方 准备一枪就要了结了陈武员 生死幽关之陈武员也爆发出 全部的内力攻抢他 半天有件剧烈的爆炸声 方圆百米都被夷为平地 待烟雾散去后 陈武员已经被埋在废墟中 即将失去意识 但黑翼神枪却像是下定了 某种决心不再杀他 他要让北天门的继承人 亲眼看到中原武林的沦陷 一直在远处的亲人 早已是被吓得满头大汗 他没想到自己会见到 蜜叶传说中的四大护法 更没想到蜜叶与北天门会同时登场 难道武林中要开启 双雄争霸的时代了吗 等陈武员再次醒来时 已是浑身缠满绷带躺在床上 原来在黑翼神枪走后 是亲人过去把他救了回来 与此同时 云中天的人也找到了权魔曹天佑 其实他们一早就到了南州暗中调查了 如今霸权会在沐溪的所作所为 已经弄得百姓怨声在头 所以云中天不仅命令曹天佑要关闭山门 还要将他的儿子送到云中天加入赤魔队 表面上是扶持他的儿子 可实际上是想将他的儿子当作人质 可曹天佑又岂是安于平静之人 不然当初他也不会背叛陈光好 但目前他的语意还未丰满 不能公然违背云中天的命令 他将这一切都怪罪于陈武员 不然自己也不会满盘皆输名誉扫地了 他觉得是时候要见识一下 踩着自己上位的陈武员 而另一边 陈武员在伤势好转后 准备出发去往爱乌山万绝谷 却在路上遇到了铁骑堂的人 龙豪死皮赖脸的非要跟着陈武员 因为他们的任务也是拯救白龙商会的人 而目前也只有陈武员知道一些线索 陈武员无奈只好答应一起前往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爱乌山 满山的鬼气缭绕甚是阴森恐怖 随着不断的升任 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处隐藏的山洞 可里面的场景却将众人吓得冷汗直冒 只见那些商人已经全部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而武员也终于在这些人当中找到了他的皇叔 只不过此时的皇叔已经变成半人半鬼的状态 就在刚刚 陈武员刚在爱乌山找到了皇叔 云中天的人便来到这里 他们态度强硬接管了这里一切 只让陈武员把老黄和白龙商会的三公子带走 其他人则由云中天的人负责救治 他们需要利用这些人来笼络人心 等回到九楼后 唐七门使用唐家独门秘书 医治好了白龙商会的三公子 三公子非常感谢陈武员的救命之恩 并表示以后白龙商会就是他坚强的后果 在离开沐溪之前 陈武员再次遇到了三脑书生夏枕月 此时他正在湖中布置镇佛 湖中所有的鱼都被他聚集在船里 陈武员虚空踏步来到他的船上 夏枕月再次见到他也不再惊讶 因为此时的陈武员因沐溪事件以名动整个江湖 夏枕月知道他是北天文的后人 也知道以后他必将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 于是他选择了效忠陈武员 成为陈武员的军师 他们出发的那天 夏枕月骑着黄牛如期而至 众人踏上了前往云中天之路 在离开沐溪之前 陈武员和黄叔暂时离开了队伍 他们去了黄叔当年发现天外陨石的那个村落 自从来到沐溪城 雪花一直都很是兴奋 当他们再次来到发现陨石的山洞时 此时的雪花抖动得更加厉害 陈武员和黄叔将挡在洞口的碎石清理干净 映入眼帘的是一具具干尸 走上前去查看 发现这些干尸均是女子 并且都是被割开脖子与手段 抽干体内所有鲜血而死 再看到前面有一个巨大的石子 陈武员顿时明白 这是有人在这修炼石子血魔功 那是一种利用女人鲜血迅速增加功力的魔功 没想到霸权会不仅屠露木系百姓 还纵容手下修炼如此魔功 之前为保护百姓而对抗蜜叶的曹天佑竟然变成这样 此时的雪花也抖动得不停 陈武员握紧手中的雪花 放心吧 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 与此同时 曹天佑带人挡住了铁骑堂众人前进的道路 在得知陈武员不在其中时 曹天佑瞬间恼怒 于是命令手下杀死铁骑堂的人来引出陈武员 而陈武员这边 亲人通过老鹰得知霸权会的人在袭击铁骑堂 陈武员听后迅速往回赶 等赶到时才发现 曹天佑带领的人已经和龙豪他们打个热火朝天 期间多亏了夏整月利用阵法布置的换术 才将对方打得措手不及 成功地等到了陈武员归来 可即便如此 曹天佑依旧不是他们所能对抗 此时龙豪已经被曹天佑抓在手中奄奄一息 陈武员立刻挥刀从曹天佑手中救下龙豪 看着到来的陈武员 曹天佑先是一愣 而后一眼就认出他是陈光浩的 当初他跟着陈光浩扫平立业后 便一心想着进军中原 然而陈光浩并不想染指中原 为了自己的野心 他最终选择了背叛自己的好大门 陈武员看着面前的曹天佑 这个曾经的叔父 现在的仇人 就算他靠背叛得到的小小南州 也并没有管理好 纵容手下肆意屠戮百姓 他现在就是一个充满贪婪权力欲望的曹天佑 曹天佑也并没有多说 只见他一拳打住 强劲地拳风把地面打出一道沟壳 陈武员也被这一拳打飞出去 重重地撞到后面的山上 然而陈武员并没有受伤 他手拿雪花向曹天佑重来 一剑劈出 曹天佑举起铠甲手臂抵挡 令他吃惊的是 这一剑竟然把他的拳套划开一道口 就在这时 曹天佑使出绝技无影狂杀 只见他的双臂在身前幻化出数条手臂 然后猛然向前打出 可陈武员以凭借矫剑的身法出现在了他身前 破天魔影剑瞬间使出 下一秒 曹天佑的拳套寸寸碎裂 看到陈武员如此之心 曹天佑决定使出最强一招霸天神拳 这招是他专门研究出来 用来对付准天的 只见他双臂倾金爆起 每一拳打出 都有三江倒海般的威武 陈武员最终不敌 被他狠狠地按在地上 可就当他抬起拳头准备干掉陈武员时 只感觉浑身一阵酸麻 低头一看 不知何时陈武员已将利剑刺入他的腹 陈武员利用雪花的腰气 让他短暂出现幻觉 接着一拳把雪花全部插入他的体面 然后掠起对着曹天佑的脸 就是一顿招 可毕竟是拳魔曹天佑 只是一会功夫身体便又可以行动 陈武员拔出雪花迅速向后退去 双方再次激烈地战斗在一起 曹天佑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竟然会敌不过一个后生 一股恨意涌上心头 他已经彻底疯狂了 陈武员告诉他今天该做得了断了 随即舞动起手中的雪花 一道冲冰的剑气绵延三千里 一剑批出日月颤抖 数百里的陆地被瞬间一分为二 待一切消散后 曹天佑也在这一剑下再也站不起来 曾经的北天门四主 全摸曹天佑终成落幕 远处的众人也是心虚不已 谁都无法确定谁才是最终的赢家 夕阳西下 远处的一个身影逐渐走近 众人都屏住呼吸 如果来的是曹天佑 那他们都将命丧当场 可好在身影渐渐浮现出陈武员的样貌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不自觉地臣服或是跪拜 陈武员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此战也欲示一个少年的崛起 他接下来的目标是前往云中天 因为当年害死他父亲的不止曹天佑 就在这时 三脑书生夏枕月对众人说出了一个天大的命 他将陈武员就是北天门第五代门主身份公之于众 众人闻听此言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感情 一旁的亲人更是气到发疯 虽说陈武员现在已经有了比肩北天四主的实力 可要是云中天得知此消息的话 一定会不择手段地将陈武员抹杀在摇篮中 龙豪突然扑斥一笑 他一早就知道陈武员的身份不简单 但没想到这个真相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遇到 只有一旁的唐气门面露尴尬之色 因为在北天门覆灭之前 唐门与北天门属于盟友关系 当初为了在云中天的手段下保全自身 唐家最终是选择了明哲保身 所以唐气门恳求陈武员和自己回唐家见家主一面 而夏枕月之所以主动将这个秘密公布于众 就是在为陈武员铺路 如今的陈武员势单力薄 想凭借一己之力扳倒云中天无异于天方夜谈 况且曹天佑的死迟早会被云中天查出来 暴露只是迟早的问题 与其坐以待毕不如主动出击 在场的众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陈武员的帮助 他就是想把大家绑在同一条船上 于是夏枕月布置了严密的计划 他先是让亲人的黑月组织故意散播假议消息 就说曹天佑是被重出江湖的蜜叶组织斩杀 然后劝说陈武员跟随唐气门去一趟唐门 既然唐家家主对当年的事情心存愧疚 那如果能得到唐门的帮助也将是一大助理 与此同时的一处密林中 被押往云中天作为人质的曹天佑之子曹云精 正在疯狂地屠戮押送他的云中天高手 原来当初陈武员在山洞中发现的 修炼十字血魔宫的人就是他 曹云精从小在权魔的教导下性格逐渐扭曲 以至于他的野心甚至比他的父亲还要庞大 陈武员一行人已经出发前往唐家宝的路上 途中遇到一个小偷将唐气门腰间的布袋偷走 本以为里面是一些经营手势 没想到一打开却是一股浓烈的巨毒 唐气门被吓的话都不会说 刚想吩咐唐米莉救人 可没想到接下来的荧幕让他大吃一惊 那小偷竟一边像没事人一样从嘴里吐出巨毒 一边咒骂唐气门这个老头是个穷鬼 正当陈武员准备教训他时 却被唐气门一把拦了下来 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偷乃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独裁 随即他便解释道 自己虽然天生就对独有着耐心 但对武功却一窍不通 而米莉虽然武功很好 但对独的耐心却一弯 而这小子好像天生就对独有耐心 如果不是对上陈少侠的话 他的身手其实也还行 这种人就连在唐家本宗也少之又少 所以我有一想收下他为徒 小偷不可思议地看着唐气门伸出来的手臂 自己从小就被人嫌弃 因为穷他连小的宗门都进不去 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威名赫赫的唐门看住 他看了唐气门好以后确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随后重重地向他磕了一头 弟子明露山拜见师傅 而云中天这边 在得知因沐溪事件而名声大噪的北剑时 西门惠灵第一时间便找到了当年唯一幸存的目击者 苏木哲 当年苏木哲并没有跟随陈武元一同离开 而是继续以云中天的身份暗中为陈武元做事 在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 他也从一名默默无极的小队队长 成功上位成如今的情报堂堂主 西门惠灵直接开门见山地问他 当年他是否亲眼看见陈武元死于北天门 因为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早就让他产生怀疑 那个名为陈的北剑就是陈武元 苏木哲虽然内心震撼西门惠灵的心思证明 但表面上依旧一口咬定陈武元死在大口之中 并告诉西门惠灵 自己如今也一直在调查北天门的情况 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自己所知道的遗弃 等苏木哲离开后 西门惠灵目光凶狠 虽然他的描述滴水不漏 但为什么所有有用的线索都在他这里断掉 于是命令手下跟踪苏木哲 此人一定有古怪 相传在150年前 江湖上出现了一个执迷于胜负的狂人武者 在历经数以万次的战斗后 终于参悟出了武学的真谛 创造出了这世间最耀眼的功夫 圣光流并不是一个成型的武功 他是需要每一代传承者不断完善的发展型武功 而谢霄峰就是当今第六代传承者 而如今的他终于出馆 是要报当年的一败之仇 而另一边 金丹叶的死也使蜜叶失去了最后一丝光亮 他的师尊是蜜叶的长老天空魔影女天鹤 他当即向蜜叶的四大护法发出了召集令 目的就是为了探讨蜜叶是否需要再次进军中原武林 虽然他很想为死去的徒儿报仇 但是他也不能拿整个蜜叶来陪葬 最先来的是破天魔府万秋山 当年蜜叶被北天门打败之后就一直窝聚在死亡之地 他早就受够了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丹叶其实就是被他们杀害的 因为丹叶妄想用他的死来唤醒我们的腐败和安逸 口口声声说他是我们的希望 可他在呐喊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无论如何我都厌不下这口气 我一定要再度打回中原称霸武林 这时姗姗来迟的白叶仙子苏锦香却说道 我们比任何人都想重振秘引 可盲目的付出只会带来更多的伤亡 他的话音刚落 原本斗志满满的万秋山也被对得哑口不念 尹天鹤却突然问道 青宗魔影流先名字的梅来 万秋山则是一脸嫌弃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谁知道他现在又在拿鬼混 而云中天这边 为了再次抵抗卷土而来的秘义 他们打算模仿之前创建北天门一样 再次创建一个武力组织赤魔队 只要成为赤魔队的一员 就能得到对应区域门派的指挥权 这也就导致了大量武林人士聚集在一起 争夺这个宝贵的名额 而当今武林除了云中天和北天四主 还有两个最富盛名的组织 分别是由谢霄峰当年创立的苍龙会 和当今最强的七位年轻人组成的七小天 可很少有人知道七小天中有半数都是苍龙会的人 所以七小天就是苍龙会 苍龙会也就是七星天 就在这时 客栈中走进来一位年轻男子 有人认出了他身后背的那把三环剑 正是苍龙会的飞鹰剑客左文虎 只见他大不留心的朝角落里的女子走去 众人都在猜测那个小姑娘是什么来源 不料左文虎一张口却吓了他们冷汗直冒 原来小姑娘是江湖最神秘的门派 乌山派的神女南秀莲 也是当今七小天的一员 左文虎今天就是来说服他加入苍龙会 因为这是西门惠灵交给他的任务 西门惠灵想将天下豪杰都招入苍龙会的威胁 可南秀莲听后还是一口拒绝了他的邀请 滔滔不觉得左文虎还在天花乱坠的花大 就在这时 陈武元等人也走进了这家客栈 南秀莲顿时灵机一动 装作很熟的样子和陈武元他们打起招呼 然后不好意思地对左文虎说道 抱歉啊左公子 其实我早就有了自己的祖神 说罢便热情地跑到陈武元那一桌 可左文虎也不是鱼目脑袋 为了拒绝自己的邀请 竟然说出了这么明显的假话 就算他也是七小天 今后也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左文虎刚走 南秀莲便毕恭毕敬地对众人连连道歉 在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下整月根据服侍一眼便认出了南秀莲的来历 并且还知道刚才那人就是飞鹰剑客左龙 南秀莲听后顿时一惊 这才知道这些人原来都不是普通人 经过一番交谈 众人也很快便熟悉起来 就在他们有说有笑之际 唐亲门突然被两名大汉撞倒在地 明露山见自己的便宜师傅被欺负 毫不犹豫地就冲了上去 两人迅速躲避闪过一击 最后明露山七身上前冷冷地说道 快给我师傅道歉 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疯子吓了一跳 竟然真的被公聚息地道歉起来 就在明露山放松警惕的时刻 两人同时出拳 将毫无防备的明露山打得倒飞出去 众人这才认出这是恶名昭著的官是黑白双雄 可明露山此刻像是没事人一样从地上爬起来 话说你们真的有认真在打我吗 两兄弟闻言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还没见过主动找死的 该说不说明露山功夫不怎么样 但抗击打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起身后还是在嘲讽 你们不要再跟我闹了好不好 不会真的用尽全力了吧 黑白双雄此刻也是慌了 冷汗止不住地往下冒 以为遇到了半猪吃老虎的狠角色 可不论他们再怎么殴打 明露山始终能毫发无伤地站起来 因为在陈武元这些天细心的教导下 明露山已经是被迫练成铜皮铁骨 这两人的攻击跟陈武元比起来 简直是天壤之别 明露山也知道自己虽然打不死 但论武功也根本奈何不了对方 于是他打算来阴的 他仗着自己是百毒不清 决定将唐气门给他的毒药涂抹在双手之上 这一举动将在场众人吓得冷汗直冒 幸亏在关键时刻陈武元及时出手 他迅速闪到三人中央拦住了双方 只是稍微释放了一些杀气 就将黑白双雄下的呆立当场 眼见实力悬殊 黑白双雄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一处密林中 黑白双雄不断地在向左文胡抱怨 责怪他为什么没有提醒他们北剑也在其中 原来这两人就是左文胡离开后派去报复南秀莲的 在得知那帮人是北剑和唐门时也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北剑真有这么厉害吗 你们两个都打不过 来人正是七小天之一的狂斗武 贤功辉 也是此次左文胡为苍龙会招揽的目标之一 不过他现在已经另有打算 另一边 陈武元等人已经来到了长江的源头 传说长江是整个中原的源头 支配长江者可支配整个中原武林 这也就是云中天的总部为什么会在长江附近 只要坐上这艘船就能抵达云中天 就在一行人浩浩荡荡的登船之际 左文胡带着一帮人也跟了过来 他故意让贤功辉与南秀莲碰面 因为狂斗鬼贤功辉人如齐名 是个不折不扣的战斗狂 在得知南秀莲是与他齐名的七小天后 肯定会不择手段的与他切磋一份 但南秀莲却并不想节外生之 七小天只是世人给他的一个称号 可贤功辉铁了心的要和他一决高下 当众侮辱起了南秀莲的母亲 说他和他的母亲一样 是个只会逃跑的废物 直性子的明露山岗准备仗义出手 却被唐气门拦了下 闻听此言的南秀莲终于忍无可忍 目光冰冷地对贤功辉说道 既然你这么想打的话 那就换个地方 说吧两人便纵身一跃 陈五元让大家先上船 自己则是跟过去看看 两人一路飞奔来到一处空地 贤功辉说自己其实一直都不喜欢 七小天这个称号 因为我们七人一直都没比过 世人又怎么知道 我跟七小天是一个等级的呢 不料南秀莲也是附和起来 的确跟你这种恶人 有着一样的称号真是七十大 话音刚落 贤功辉便将自己身上 背着的所有武器插入地面 然后左手拿刀右手拿斧 嘴里叼着一根木棍 就冲着南秀莲冲来 南秀莲见状也拔出宝剑 丝毫不敢怠慢 灰剑之快竟在空中留下道道残影 两人既然都是七小天之一 其实力自然也是不分伯种 来来回回交手数个回合 也没分出胜负 就在这时 南秀莲看到一旁贤功辉 插在地上的武器 随即便将其中的一把利刃拿起 如果你在知道 我是双剑使用者时 我想你就不会这么随便的 把剑扔在地上了 可贤功辉此刻却是一脸兴奋 看来你也并非浪得虚明 既然如此我就将剑借你 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了 说吧南秀莲就挥舞双剑席卷 两人在交手中 贤功辉嘴里的那根木棍 直接被一剑劈断 但南秀莲也被 势大力尘的一击阵的左臂发麻 原来是南秀莲的左手 自打出生时就一直有伤 师父也一直禁止他使用双剑 但一想到对方也是跟他齐名的七小天之一 自己并没有把握用单手剑将气打败 可以想到他侮辱自己的母亲和门派 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随即他挥舞双剑跃向天空 使出了乌山派的最强绝血 千剑落日 贤功辉剑撞也不再留守 将自己的武器全部用上 使出最强一击 百兵争斗 顺势两人两碰撞在一起 两人也被淹没在了剧烈的爆炸中 地旁观战的左文虎等人被震惊地说不出话 他连以为他们是出自好的师门 才会被列入七小天 没想到他们都是年轻一代 数一数二的强者 待烟尘散去后 地上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两道人影分别注立在其中 蓝秀莲此刻左臂已是鲜血淋漓 想必已经是彻底废了 而贤功辉的伤势则更为严重 只见他的右手已经彻底消失不见 整个右半边身子也是血肉模糊 在跟蓝秀莲说了一句你赢了之后 便再也支撑不住地倒下 蓝秀莲也是双眼一臂晕了过去 见两人两败俱伤 左文虎瞬间杀一剑气 只要能在此除掉这两人 自己便能代替他们成为七小天的新成员 一想到这里他便毫不犹豫地拔剑朝他们走去 却不掉陈武元此刻从天而降 身后的黑白双雄见到陈武元顿时冷汗直冒 无端催促着左文虎筷子 可他此时已是顾不了那么多 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再也没有 即使听说过陈武元的传闻 他也只当是江湖上的夸大气词 开弓没有回头路 三人一起出手朝陈武元攻来 可陈武元只是微微抬手 只将雪花拔出一半便又插了回去 锋利的剑芒将三人的头发从根而断 身后的草地更是被一刀移为平地 其威力丝毫不亚于南秀莲与贤公辉对拼所产生的爆炸 然后陈武元在三人呆滞的目光下将南秀莲带走 原来谢霄峰与西门惠玲早就有了一团 谢霄峰原本是云中天九天之一 谢银的三儿子 其母作为谢银的三夫人每天受尽了屈辱 而霄峰也自然而然就成了两个哥哥欺负的对象 终于有一天 郁郁寡欢的母亲再也忍受不了 死在了一场大火之中 当年弱小的霄峰目睹了整个过程 可自始至终他那厉害的父亲都没有出现 自此之后 他开始变了一个人 两位兄长成了他练武的沙包 那些曾经欺负过母亲的人也都被依依做的 可令他哭笑不得的是 父亲不仅没有惩罚他的行为 反而将他当作自己的传承人来培养 昔日对自己冷漠的父亲如今却关爱有加 虽然得到父亲的认可 萧峰还是觉得很高兴 但失去母亲的他总是觉得心里空荡荡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西门惠玲 西门惠玲说他很羡慕萧峰 年纪轻轻就武功如此之高 自己因为体弱多病根本惜不了武 所以他是要成为天下最聪明的人 萧峰看着惠玲的身影 不自觉地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他是除了母亲以外 唯一一个对自己说这么多话的人 年幼的萧峰懵懵懂懂 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但他知道从此自己多了一个努力的理由 那就是不断地变强去守护惠玲 最终他也不负众望 成为了不归谷的继承人 以及圣光流第六代传承人 另一边 陈武元等人已经坐上去网民中天的船 蓝秀莲也在唐七门的精心治疗下逐渐康 果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手中的雪花还是在止不住的颤抖 看来曹天佑并不是修炼十字血魔宫的人 难道曹云京才是幕后真正的凶手 就在他思索之际 突然看到一人走到甲板上喝闷酒 陈武元一眼认出这是霍山派的弟子 他也没多想就回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船上就发生了惨案 原来就是昨晚喝酒的小道士被人杀死在船上 霍山派掌门气得咬牙切齿 发誓要揪出凶手为弟子抱着 陈武元上前仔细观察后发现 死者的伤口是从左到右 而且是一击毙命 并且身上还有一股廉价烈酒的味道 下枕月只是眉头一转便猜出了大半 只见他走到另外三名霍山派弟子身边 盯着其中一人冷声询问道 你为什么要杀他 那名弟子被他问得冷汗之冒 还不等他开口解释 霍山派掌门便清金暴击 你是在怀疑我们霍山派的弟子 陈武元在一旁一边比划一边解释 从死者伤口的角度看就知道 他是被一击毙命的 刀刃从左边身体刺 然后从右腹部拔出 虽然右手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但从伤口的深度和致命程度来看 凶手明显是个左撇子 而在场之人只有这名弟子的配件 带在左边 文言这名弟子急忙反驳道 难道就因为我是左撇子 就认定我是凶手 陈武元说他昨晚无意碰见 小刀是在甲板上喝酒 而你身上散发的酒味 正好与他的酒硬无一样 另外两名道士确实闻到了 他身上的酒气 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霍山派掌门见状当即让他做出解释 可没想到小刀是件事情败露 转身就想跑 事已至此 霍山派掌门才确定凶手原来就是自己的 小刀是后悔自己当时没将尸体扔到江里 可陈武元已经从后面栖身而止 一个划铲就将他半岛接着按在身下 掌门追上来暴怒地询问他为什么要杀害同门 小刀是只是一个劲地说对不起 然后咬断自己的舌头自己人亡 霍山派掌门再看到自己的两名精英弟子接连死 一时间气血攻心引发醒 开始无差别对在场所有人攻击 陈武元见状连忙控制住他 可对方现在已经神志不清 巨大的破坏力将整艘船都震得摇摇晃晃 见状陈武元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随后使出全身力气将他抛向刀口 紧接着脚下发力也一跃而起 在空中交手数十个回合之后 一剑将对方的宝剑斩断 然后一击将他打落至水里 不久后 陈武元将霍山派掌门从水里捞起 好在有唐七门的出手 霍山派掌门才逐渐恢复理智 唐七门将他带到两位死者的尸体面前 接着拿出一个布袋 将里面的药物均匀地涂抹在凶手的胸口处 下一名 只见凶手的胸口处近诡异地浮现出一道纹身 唐七门说这袋药粉是在他衣服口袋里发现的 应该是用来遮盖胸前的纹身的 掌门顿时惊讶地说不出话 他自从十岁加入霍山派就从未下了身 也就是说他在加入霍山派之前就有了这个纹身 而且一直在隐瞒自己身份 两人内心其实都已经猜出了真相 死者应该是发现了同伴的真实身份才被杀人灭口 夏整月告诉陈武元 既然霍山派出现了这种事 那其他门派也应该被安插了内险 可陈武元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他总不自觉地将这个双面修罗的纹身和十字血魔宫联想到一起